阿斯塔凭借坚强的意志 成功击败钻石国马尔斯 随后打开魔宫的宝物殿 望着里面数不清的财宝 以及眼花缭乱的魔导器 众人兴奋不已开始搜索 谁知被俘虏的马尔斯突然挣脱束缚 不仅将诺埃尔打成重伤 还将尤诺等人用魔法囚禁 阿斯塔只能孤身作战 结果险些牺牲 就在刚刚 克劳斯用魔法束缚住马尔斯 还拿走他的魔导术 认定万无一世后 才准备进入宝物殿 不过傲娇的克劳斯 还是强调了一遍 是他们金色黎明仙道 所以胜利属于他们 阿斯塔对此十分不屑 不是他出手都没有机会进去 所以是暴牛团的人功劳最大 两个冤家谁也不服谁 就跟小孩子一样 在众人的劝解下 才终于安静下来 最后阿斯塔一箭劈开大门 众人成功进入宝物殿 映入眼帘的财宝 将众人吓了一条 那数量简直和金山一样 而且还有着各种魔导器 这次他们是真的发了 尤诺在深处发现一个魔法卷轴 里面的蚊子他完全看不懂 可下一秒 卷轴与四叶草魔导书产生共鸣 并爆发出强烈的绿光 等光芒消失后 上面的蚊子也不见了 不明所以的尤诺 只能乖乖将书放回去 阿斯塔在安静鸟的帮助下 也发现了个宝物 可还没拿到就发生意外 马尔斯的魔导书突然飞走了 竟然自己正脱了束缚 身体状态在火焰的帮助下 居然也恢复了正常 克劳斯十分不解 为什么一人能拥有 两种不同属性的魔法 简直是不可思议 可还不等他们做出反应 马尔斯就用魔法 将尤诺三人困住 诺埃尔剑撞立马出手 毕竟他的水魔法能压制对方 可惜蓄力时间太长 被马尔斯反应过来 将诺埃尔打成重伤 阿斯塔瞬间愤怒 提着魔剑冲了上去 但马尔斯已经找到应对方法 他用速度极快的远程攻击 限制住阿斯塔 面对如此快速的攻击 阿斯塔根本砍不过来 直接被击毁 镶嵌着宝物的强力 也被他撞得支离破碎 马尔斯准备乘胜追击 不给阿斯塔反应的机会 可就在这时 他看到米莫萨跑去救助诺埃尔 为了防止火魔法 被水魔法压制 他只能先去对付米莫萨二人 治疗时昏迷的诺埃尔陷入 曾经回忆 那时他和米莫萨 还是孩童般大学 同为王族的他们 由于年龄相差无几 经常被当作比较的对象 只可惜诺埃尔 一直都是被打击的那个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对米莫萨也产生了几次性 却没想到 如今对方禁就了自己魔法 还真是讽刺 这时马尔斯的攻击到来 危急关头阿斯塔再次站起来 用魔剑挡住攻击救下二人 令人意外的是阿斯塔的魔剑 还变换了形态 给之前亲上去 速度极快的飞刀攻击 也能全部倒下 但破解不了马尔斯的火焰魔法 终究是无济于事 诺埃尔察觉到阿斯塔气 拖着重伤的身体给他鼓励 说出阿斯塔是他第一个认可的平民 所以一个马尔斯并不算什么 阿斯塔受到鼓舞后战役瞬间高涨 诡异的是魔剑也拥有谁属性魔法 在阿斯塔的挥动下 一股股剑气朝着马尔斯冲去 将他的铠甲瞬间击溃 阿斯塔还来不及高兴 就发现马尔斯最后的攻击 居然有一块冰晶没有挡住 正好刺入他的腹部 阿斯塔再也扛不住了 直接晕倒在地 众人见状全部陷入恐慌